日前前三国际市主会隆重办理会长交接现场嘉宾云及气氛热络 在终人的肯定与祝福下 第36届会长刘景文工程升退 将职务交接由第1副会长许淑琴来担任37届会长持续带领协会服务地方 这一年我真的酸甜苦辣通通有 也做了很多的公益活动 很高兴今天我能够平安卸任 希望未来的我们的许淑琴会长 也接续着我们的前三世子会的优良传统 一棒接一棒继续的发扬光大 我本身是一个茶叶传统产业茶叶的一个负责人 那我希望将茶叶的精神带入我的前三世子会的服务中 除了多做一些服务 让社会的老人和儿童可以得到我们的关怀跟温暖 那我会加上我们的茶叶精神 跟与大家分享做公益 刘景雲会长过去带领前三世子会服务地方的用心 先远参谋也相当肯定 也相信许淑琴会长下任后 一定能够像刘会长一样用心 将协会带往新的一个高峰 那在过去这一年来 我们刘景雲会长带领着所有的师姐走过大街小巷 做过无数的公益 我们都非常的感谢我们刘景雲会长的代理 那即将接任的我们许淑琴会长呢 相信他一定会把我们所有的师姐带领到更上一个领域 让我们的前三世子会带给社会更多的温暖更多的爱 先远也好相当感谢刘景雲会长带领前三世子会 投身公益的用心 并认为许淑琴会长能把协会带领得更进一步 为地方持续来做服务 那我们过去来讲 我们景雲会长非常的用心做公益 那也办了许多很好的一个茶席活动 还能让我们的前三世子会的士精神 能够持续关怀许多地方的弱势 那我们的新任会长其实在我们的陆谷跟竹山的茶界 也是非常的一个杰出 那相信未来能够成先起后再创高峰 还会继续发扬我们士精神 让前三世子会 还能够继续的在地方上面用温柔的力量来做更多的公益 议长和尚峰肯定刘会长认真敬哲 相信许会长必定能够成先起后 持续发扬师子会精神 来带领会员们为地方做更多的服务与公益 记者卢凯路股采访报道